大洲看电影 这里是乌斯别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 一场军火交易正在进行 买家很有诚意 率先拿出了一袋子钱 卖家则带着买家上车 查看军火 这批军火是瑞典产天影GPS制导导弹 只要知道坐标 就可以精确攻击80公里外的任何目标 坐在驾驶室的男人紧张地观察着 突然男人被一个同伙叫下车来 原来这家伙发现了 有人事先偷放在导弹上的定位装置 由此他认定这个司机是警方的卧底 男人趁他不备 反身将他制服 还没处理好现场 就被另外一个同伙发现 双方眼神触及的一刹间 就听一声枪讲 同伙硬声倒立 原来暗处还有人埋伏 一时间想生四起 片刻之后 来了这些人死伤殆尽 接着幕后真凶显身 原来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作战小队 他们清点了死亡人数 发现少了一个司机 看来 对方已经将这边的情况摸得一枪二出 男人连忙拽出了藏在裤腿中的匕首 别看他威力不及手枪 但关键时刻真管用 只见他取出一枚手雷 并拉下隐信 一仰手 朝远处的山包就扔了过去 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 男人转身 跑向了身后的山丘 已有烟 逃之夭夭 原来这个男人名叫卡尔 是瑞典情报处的一名秘密特工 卡尔常年在外奔波执行任务 其实 他的内心极度渴望回归到家庭 曾经多年的职业习惯 也让他犯了一个大错 在熟睡中 他条件反射 将爱抚他的女友割了猴 来不及悲痛 也没有时间悼念 收拾完现场又匆匆离去 执行下一个任务 原来 瑞典被调的导弹 出现在索马里的恐怖袭击事件中 一名和平政治家被无端杀害 同时瑞典的一名GPS和极光制导武器专家 马丁 在索马里边境被当地民兵组织抓获 瑞典政府已经聘请一家私人安保公司 负责营救 同时 卡尔作为观察员 随行协助此次救援任务 安保公司老大歪伯 跟卡尔一见面就提出约法三章 第一 整个行动要服从他的指挥 第二 卡尔在行动中只作为观察员 第三 由他们来实施整个营救行动 卡尔不置可否 之后他们顺利闯入索马里当地监狱 将武器专家马丁 和负责情报技术的黑哥救了出来 黑哥受雇于外博的安保公司 但是慢慢的黑哥发现 公司竟然暗中支持和训练恐怖分子 一目之下 黑哥带着马丁逃出 他们本想逃出来找到当局揭发此事 哪知在半路上遇到了索马里劫匪 被送进了监狱 得知真相的卡尔 将计就计将二人救出 回到瑞典的黑哥被政府秘密送到了安全屋 但由于政府内部有间隙 黑哥很快又落入了外博的手中 而外博哥这次准备玩个大的 他趁其他国家元首访问瑞典之际 在车队的必经之路一座大桥的底部安装了遥控炸弹 一旦用手机拨通某个号码 接收信号端的手机就会触发炸弹引爆 歪博在大桥对面的酒店订好房间 并且将黑哥全身也绑满了炸弹 计划的挺好 只不过就在车队即将抵达的前几分钟 卡尔赶到 最后一刻卡尔及时开枪将歪博击毙 解除了一场 严重的炸弹危机 作为瑞典的007特工大片 体现了各种人性关怀和思考 他们只允许因为国家的利益而亡 这国家利益就涉及到了利益者们的所作所为 普通的老百姓是不可以触及且禁止之道的 在国家利益面前 任何个人都应该牺牲小我而去成就大我